哈喽朋友们早安好呀 现在正准备出门去买菜 然后我们边路上边走边聊吧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之前一块工作过的一位 被奥斯卡齐名的摄影师老爷爷 跟他一块工作的一个经历 非常的感动 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老一辈 在好莱坞工作 他们也是像我们这样 从年轻到年老 一辈子都在做这一行 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情 我待会接着跟你们分享 我今天早上正在剪片子 然后突然非常非常的想喝 苹果肉桂茶 就是以前不太能接受肉桂这个味道 但是一下子就喜欢上了 而且觉得味道非常不错 然后现在来我们家附近的超市 准备买一个苹果肉桂的东西 回来了 消毒消毒消毒 我刚刚讲了这么久 居然没有开始录 哎呀我觉得是 还好我 大概隔了几个周之后发现了 他还没开始 我想想我应该怎么再从头开始 跟大家讲这个故事 连不应该是院长的意思吗 我第一眼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在想 哪有人名字能够叫定的 定不是院长的意思吗 等我们熟了之后 我们有一次还聊天 我就问他了 为什么那个年代有人名字叫定 定不应该是院长的意思吗 然后老爷爷非常和蔼 他就跟我说 对他说这个年代不怎么用了 但是在他们那个年代 定还是非常非常 甚至是非常popular的一个名字 第一次见到凯克文队本人的感受 我记得那一天 他第一天来我们办公室 因为我们要准备开始拍摄了 然后那一天是要 在做各种各样的camera的test 他的团队的工作人员 见到他 都是发生激动的 赶紧过去 你好你好你好 就是跟他握手握手握手 展现出自己是小迷蒂 那真的就是小迷蒂 大师级别的一位人物 然后我其实跟他工作 应该没有太多的交集 因为我当时是做导演助理 我更多是要跟导演 这一个部门去沟通 去工作 那天我正好就 也去办公室 就是偷偷去见他 然后走过去了 就跟他打招呼 我之前有上谷歌查一下 他的大概的一个背景介绍 因为对他印象中最多的 其实是那一部 我小时候 小学时候看的吧 那一部电影叫 加飞猫 我知道在中国 其实他最有名的应该是 侏洛记公园跟重返未来 但我们在中国好像 反正我吧 我知道他的更多的是 加飞猫 因为那是我小时候 从小看着长大的 我在搜索的时候 我还神奇的发现 我们的生日是在同一天 同月 同日 然后我见到他之后 我就跟他说 弟你好 他非常非常nice 我见到他就很开心 很激动 我就跟他说 我们的生日是同一天 然后特别好玩 他紧接着问了我一个问题 那你是哪一年呢 然后我说完之后 他就给了我一个白眼 他就鄙视了我一下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这个老爷人 非常非常的幽默 非常非常的幽默 大师脾气好吗 他们就开始在那儿 测一些monitor 测一些camera 然后我就在旁边就问 我当时不太理解 为什么要再有一个 小小的一个monitor 他就跟我说 这样子其实有导演摄影 甚至是比如说场景 他们就能看得更清楚 现在像这么大一个 大师级别的人 来回答一个 这么简单入门的 一个小问题 我觉得他非常非常的 真的非常非常的 好的一个人 和大师一起工作了多久 什么时候能看到电影 之后一整个夏天吧 我们都是一块在工作 做了一个film project 如果以后有机会 那个电影上映了 还能跟大家 现在不能透露太多 如果以后有机会 那个项目还有机会 能够再上院线 甚至上电影节的话 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 之后我们有去 很多不同的地方拍 因为那是一个纪录片 我们当时有去 Universal Studio 你知道吗 这是Universal Studio 环球影城 不是在玩的那个环球影城 而是在里面有很多很多 stage的环球影城 下一期可以跟大家介绍 在环球影城工作的一个经历 在剧主和大师一起工作的时候 有哪些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我印象中还有特别深刻的一件事情是 当时我们的办公室是在 是在好莱坞山脚的某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旁边的另一栋楼 是叫 It's correct pronunciation is 那一栋楼是Opera 对 就是那个Opera 在里面工作 就是那是他的一个公司 然后当时我们进到那个楼里 去拍摄的时候 那一天前面是一面大的落地窗 是一面大落地镜 然后Din就站在那里 他背着手 然后看着这一个一个的warehouse 我上去之后 他主动跟我聊天 他说 三四十年前 他刚开始拍摄的时候 这里是什么 那里是什么 就这个一个一个一个的 都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隔了三四十年之后 他再一次站在这里 发现这一切都变了 然后整个电影的工业 也变得越来越好 从那个时候 他们拍侏罗机到 就是那样的特效到现在 那从他们那个时候拍胶片 非常非常贵 胶片就你拍一次 你不能重拍 你就不能拍错 胶片是非常非常贵的 到现在的数字 数字电脑去拍这些东西 可以拍无数条 就没有任何问题 他觉得 有点像是十过境迁 这种变化太大了 他就站在那里侃侃 点刚刚入行时候的趣事 他当时是怎么入的这一行 然后怎么开始的 这个电影生涯 印象中很深 他跟我说 他当时不挑工作 因为电影学院的学生 一毕业 其实要找到 要找到一些工作 也是不太容易 他就不挑工作 他就什么都接 然后有一部戏 他在那部戏里面 他是一个化妆师 我当时内心在想 我没听错吧 我还跟他确认了 我说makeup 我说化妆嘛 他说 对 这是化妆师 你没有听错 给大家化妆 结果那一天 那个片场 摄影师没有来 好像摄影师是临时出了意外 就是赶不到了 然后当天所有crew都已经到了 大家需要一个摄影师怎么办 他就跟导演说 跟制片说 他是摄影 他会摄影 他可以摄影 然后因为实在是找不到人了 所以太紧急 因为所有crew都已经在那儿 等着要拍了 然后没有办法 就尝试了他 然后他就开始拍摄了 然后那一部片子的导演是谁 Steven Spielberg 所以这也是后面他们就 那部片子应该工作非常好 就后面有了后续的 一系列的一些合作 所以人生就是非常非常的奇妙 可能有时候机会哪一天就来了 你也不知道 有没有当时后悔没做的一件事 我当时特别后悔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没有拿一个CD 组里面有朋友就拿了 定拍过的电影 是应该是侏洛西公园 拿了还有其他 拿了好几张 然后拿去让定签名 我当时就觉得 我应该找个时间 也去买一个CD 可是后来没来得及 就是太可惜了 所以现在只能放一个照片 是当时 那个我另一个朋友 找了这个定签的这个名 特别的感慨 定老爷爷 他带了自己的 一直工作了好几十年的合作伙伴 就是他的GNE 就是该复然的Grip 这个中文应该叫灯光机械师吗 我不知道具体中文怎么样 翻译比较准确 拍戏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架灯的 打灯光的这样的一些技术人员 也是两个老爷爷 他们差不多跟着定工作了 至少有个二三十年 可能他们的这个生涯 他们后来我采访他们 他们也跟我说 不能说采访就聊天 他们也说很幸运能够遇到定 然后大家一块工作 就是磨合了很多年 然后做了很多的项目 我之后的工作项目当中 也有遇到过年龄很大的 已经平均年龄七十岁的 在工会工作的老爷爷 我对在这个行业工作了一辈子的 这一些年长的年长的人 非常非常的respect 就是觉得与此同时 他们给了我一个非常深 非常深的一个感触 就是我也希望像他们一样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好了 也成为了我以后 想要在这个行业工作 甚至是我的一个工作的态度 其实能真的做好一件事情 拍好一部电影 也不用多 能有一部像 Bellman的Louis这样的一部电影 或者是能够有一部 美好的电影 在大家内心中产生一些波澜 有一些感情上的一些碰撞 或者能够引起一些思考的 这样的一部电影 我觉得就挺好的 年轻人有时候会迷茫 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有时候可能想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其实没有关系 因为大家都有过这样一个过程 都是一步一步在找寻的一个过程 我希望以后我也能够 因为你会非常的感动 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浮躁的 在这样浮躁的一个环境当中 大家都很赶 大家都很着急 急着去做好多事情 可能你一天就要做好多事情 你这一个季度 你这一年好像不做一些事情 就是失败 或者没有做成什么事情 就是失败 可是一个大电影 它是一个好的艺术作品 它就是需要时间来积淀的 就是需要好多好多的人 参与在当中 最后让这个成片能够出来效果 放在电影院里 当你去看的时候 你的感官 你的音乐 是多么大的一个冲击 好莱坞的电影体系是非常成熟 每一个岗位 大家都非常的专业 而且每一个岗位 大家都非常的尊敬 尊敬这一个岗位在工作的人 不会有高低之分 尊重彼此在手上所做的工作 下一次再跟大家讲 Film Crew里面 就是剧组里面 它有哪一些的分成 有摄影组 有导演组 有制片组 那还有灯光机械 各个不同的部门 甚至服装 声音 道具 美术 就是它分了很多 大家如果感兴趣 下一期可以 以后有机会可以继续跟大家分享 我刚才会太后 我要煮烧 并分清晰 温分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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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